早餐一杯黄豆粉豆浆,高鲜姐便秘又能控血糖 改善痔疮问题建议要从治疗便秘开始 日本平田肛门科医院院长平田雅燕表示,引起痔疮的最大原因就是便秘,当粪便过于僵硬,带有强减性的粪便就容易伤害肛门,使伤口被细菌侵入而发炎,造成痔疮 此外,上厕所时间过长,会让腹部施加不必要的力气,此时负压会高达200mmHg以上,容易伤害肛门处的血管,这也是引发痔疮的重要原因 因此平田雅燕强调,想要防止痔疮恶化,消除便秘是当务之急,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习惯,特别是不能缺少能够刺激肠道,同时又能成为粪便材料的膳食纤维 而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,两者之间的平衡也相当重要,因此平田雅燕时常建议患者食用黄豆粉,或是自制黄豆粉牛奶,帮助改善便秘 平田雅燕解释,每100克黄豆粉就含有约16.9克的膳食纤维,一大茶匙约10克左右的黄豆粉,就含有约等于3碗白饭含量的膳食纤维 不仅如此,黄豆粉的水溶性,不溶进膳食纤维的比例也相当均衡,是特别适合改善便秘的食材 平田雅燕建议早起喝一杯,还可以帮助刺激自律神经,引起肠道蠕动,带来强烈的变异 日本酒里滨医疗中心便秘特别门诊医师水上建也表示,黄豆粉除了拥有超高的膳食纤维含量以外,其中含有的大豆Oligo瓜糖也是义军所喜爱的食物,有助于改善肠内环境 日本大七女子大学教授,营养学专家青江成一郎也指出,每100克黄豆粉所含的蛋白质也高达36.7克 是相当营养的食材,除了能帮助排便顺畅,还可能帮助抑制血糖上升,阻碍糖分被吸收代谢,达到良好的控糖效果 黄豆粉唱变影这样做超简单 材料 材料 黄豆粉一大匙 黄豆粉一大匙 黄豆腐 牛奶或豆浆180毫升 蜂蜜依喜好适量 做法 杯中加入所有材料后混合均匀,每天早起时的喝一杯即可 改善痔疮问题建议要从治疗便秘开始 日本平田肛门科医院院长平田雅燕表示,引起痔疮的最大原因就是便秘,当粪便过于僵硬,带有强碱性的粪便就容易伤害肛门,使伤口被细菌侵入而发炎,造成痔疮 此外,上厕所时间过长,会让腹部施加不必要的力气,此时负压会高达200mmHg以上,容易伤害肛门处的血管,这也是引发痔疮的重要原因 此平田雅燕强调,想要防止痔疮恶化,消除便秘是当务之急,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习惯,特别是不能缺少能够刺激肠道,同时又能成为粪便材料的膳食纤维 而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,两者之间的平衡也相当重要,因此平田雅燕时常建议患者食用黄豆粉,或是自制黄豆粉牛奶,帮助改善便秘 平田雅燕解释,每100克黄豆粉就含有约16.9克的膳食纤维,一大茶匙约10克左右的黄豆粉,就含有约等于3碗白饭含量的膳食纤维 不仅如此,黄豆粉的水溶性,不溶进膳食纤维的比例也相当均衡,是特别适合改善便秘的食材 平田雅燕建议早起喝一杯,还可以帮助刺激自律神经,引起肠道蠕动,带来强烈的变异 日本酒里宾医疗中心便秘特别门诊医师水上建也表示,黄豆粉除了拥有超高的膳食纤维含量以外,其中含有的大豆Oligo瓜糖也是义军所喜爱的食物,有助于改善肠内环境 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,营养学专家青江城一郎也指出,每100克黄豆粉所含的蛋白质也高达36.7克 是相当营养的食材,除了能帮助排便顺畅,还可能帮助抑制血糖上升,阻碍糖分被吸收代谢,达到良好的控糖效果 黄豆粉唱变饮这样做超简单 材料 黄豆粉一大匙 牛奶或豆浆180毫升 蜂蜜蜜蜜蜜蜜喜好适量 做法 杯中加入所有材料后混合均匀,每天早起时的喝一杯即可